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让韩国独居女性们惊悚的一个报道 首先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门外突然有人在尝试开门的话 大家会怎么做呢 昨天下午 有位陌生男子试图非法闯入独居女性的家中 他在门缝中插入一根铁丝 试图拉动门把闯入室内 我们先来看一下被拍下来的影片 长长的铁丝从玄关门缝隙中伸了进来 而铁丝被做成一个圆环 挂在了门把上 不断上下拉扯 当铁丝不慎脱落后 犯人再次试着挂上去 因为真的被吓到了 想都没想就马上拿出手机 把当时的情况都拍下来了 拍完后手也一直不停的战斗 真的很可怕 这非常惊悚的情况 居然是在这位女性独自在家的时候发生的 随后这位女性抓住了这根铁丝 我先问了您是哪位 然后那个人非常淡定的说 自己是房地产 他一直反复的在说赶紧放下铁丝 在经过两分钟的对峙后 这位男性丢掉铁丝后逃跑了 而受害女性在苦恼后 将两个塑料瓶固定在门把手上 以防铁丝再次被绕上 虽然有做这样的防护措施 但他仍然无法进入家中 真的很害怕他再次来到门外 也不知道防护措施有没有用 目前警方已经采集了在门把手上的指纹 正在追捕这位男性 如果这位女性当时正在睡觉 或者是没有在家的话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真的想都不想想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受害者对应的很好 首先向媒体报案是神之一手 就算向警方报案了 他们可能会认为 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所以会轻视 只会说他们也无能为力 现在都上新闻报道了 所以他们肯定会努力查看监控的 从强行侵入住宅的那一刻起 就应该给予可以杀死入侵者的权利 本来就有着正常思维 或者是善良的人 不会去强行打开别人家的门进入 强行进入他人住宅的行为 最终可能导致抢劫 甚至谋杀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把他们看作是出犯孙影原谅 等到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后 再进行惩罚 这只会让受害者更加痛苦 希望法律能够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 做出判决 而不是站在加害者的立场上 这篇新闻让我担心 是否会有人模仿 有必要展示犯罪手法吗 对于犯罪者 我们国家是以教化为主 而不是惩罚 这种软性惩罚提高了再犯率 如果我们以受害者为重 而不是加害者 采取强力惩罚措施的话 可以让犯罪者意识到警惕心 并最大限度的减少受害者的伤害 这是唯一的方法 现在韩国大部分的住宅 都是这种方式的门 从外面很难打开 但是从里面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打开 希望罪犯能够尽快被捕 投让受害女性可以稍微松一口气 所以对于独居女性 差点遭到犯人的非法闯入住宅的事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